嗨,我是陈老师 这是我的书《老子道德经》的八个秘密 2600年前老子写的五千年 一共大约八百个字 就是我们如何去有一个长生九世纪道 就是健康愉快和和谐的人生 为了方便记忆 我们把《老子道德经》的八十一章 分为八个宫殿 就是一个钟表这样子 十二点、六点、九点、三点、一点半、七点半、十点半、四点半 每个圆圈里边我们一个圆圈里边 我们放一个秘密 就是十章经文 然后我们逐个攻破 你每天要记 就是与道相通 一定要经过老子的职人 我只不过就说 介绍你跟老子的语言 你记到你的脑里边 你跟道相通 我不是中间人 而是你跟老子的五千元 跟道相通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首先我们说长生九世之道 我们生下来就想活的 出生入死 生下来就活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死 但是中间我们 怎样活得快乐、健康 就是第一 我们需要水分 有水分 水分的话 我们在里边的血液 这个脑水都是水 所以我们要保持身体的柔软 就是一个好像水一样 然后我们需要空间、时间 来从小孩子到大 有一棵树 由一个种子变为很大的树 要一个空间、时间来生长 当然就是需要氧气 所以这个生长 是顺其自然的生长 我们叫做五维 然后我们要吃饭 要穿衣服 吃饭就是由天跟地合起来 才能够种植有饭吃 所以我们要感恩天地 感恩这个农夫 感恩给我们食物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食物 有感恩的心 我们活得就愉快健康 然后除了食物 我们还有阳光 要月亮 然后月亮就是免费给我们的天地的大爱 就是有爱 所以我们爱的有爱心 有天长地久 男孩子、女孩子、阴阳的相爱 也是一个因为爱 所以爱 一个是治而而言的事情 那我们叫相爱的时候 就说这男孩子、女孩子 他们都是为了对方 去爱对方 就忘记了自己 其实天地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大爱 就爱更多的人 除了这样子 我还有花朵 送过玫瑰花 所以花朵 我们想到花朵 想到大红花 想到整个人就开放 所以我们要跟雨天 以太阳的能量 就吸收太阳能量 就想到爱 想到花朵 好的东西吸进来 我们每天 与这花朵 与爱的相通 然后我们要呼吸 呼吸的话 手中 就守着自己的中 一呼一吸进来 我们有个原则 进到最近的时候 我们动就开始 这个是规律 所以老子里面十一章 都是讲这个静是很重要 我们一静就呼吸 然后放松 然后出去 所以我们有这个 道的气功 道的太极 都是以动中 静中求动 动中有静 这个静界 就是一呼一吸 在自己守着这个中线 这个是长生九气之道 的练习方法 然后我们知道 人生虽然出生入习 但是我们不知道 哪是生哪是死 最好就是整个的圆圈 但是我们中间 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就怎样对付 就是知道是好的东西 你突然变得不好 坏的东西变得变好 所以我们一起守着 一就守着这个大方向 有喜不能太喜 有悲不能过于悲 就知道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有新的东西 我们今天被明天年轻一天 有这个很积极的一种想法 那记住本身 我们是要快乐 健康和谐的人生 我们不是想大富大贵 什么什么 大富大贵 如果你是大富大贵的话 就恭喜你 如果你没有大富大贵 你也是一个人生 你要有上向的 向上的一种精神 这就是牢记给我们的 知道整个人生来看 你不能就看着 现在你是很低落 今天哭哭啼啼 想这个低落的世界 你应该想到 事情会更好的 当你很高兴 这世界都属于你的感觉 你就知道 要记住为一个圆圈进来的 好不好 OK 就是这个影视 我们讲这个就是 为了生活 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这个是一定有正能量 好不好 所以我们讲这个是 还有老几道理经里面 就说因为我们心情好 这个道就与我们相通 有一个跟神 有一个天 有个天地在 有个天 天是对我们好的 如果我们与道相通 就天就跟我们在一道 好不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